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有骨头的损伤 就需要去看一下急诊的骨科 医生特别提示 年龄较小的孩子骨头柔韧性更好 有时不会一下就摔断 所以疼痛不是那么剧烈 也可以活动 往往就容易被忽视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局部有持续性的疼痛或轻微肿胀 也应该及时就医 他有上肢的骨折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红领筋这样的三角筋 把他的上臂给他进行一个悬掉 如果我们怀疑到他有脊柱的损伤 那一定就不能再搬动他了 我们打120要专业的人士来搬动他 医生特别提示 如果孩子摔到了头部 即使没有出现破皮流血 也可能引发脑震荡 颅内出血等情况 家长要注意观察 如果孩子摔完之后 就自己自速 就是头晕 头疼 恶心 这些表现 或者小孩子不太会说精神反应不好了 食欲差了 甚至有呕吐等等这些情况的话 我们就需要带孩子来及时就医了 医生介绍 如果孩子摔倒后没有明显症状 家长可先在家观察三天 看看孩子吃喝睡觉等生活习惯 是否有改变 一旦在观察期间出现 嗜睡 精神差 食欲差 或恶心呕吐等要及时就医 如果孩子仅出现了皮肤的轻微擦伤 局部没有肿胀 家长可先用清水洗掉患处的泥沙 用点符给局部消毒 然后再患处涂抹外用的抗生素药膏 预防感染 如果骑形摔倒后 皮肤或肢体被异物扎伤 家长则应该谨慎处置 这个也是要根据情况 要是很小的那种小木刺什么的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 家长给予自行的处理一下 我们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毒 避免它的感染 如果说伤口比较深的话 给它拔出来 有可能就血管的再一次的损伤 那我们就更不宜再去处理了 就需要到医院来就医 孩子发生骑行意外 大多因为车速过快摔倒 或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家长应加强孩子的安全教育 让孩子在骑行时 注意来车 降低车速 同时尽量佩戴头盔等护具 以降低安全风险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